手持玩具枪灭炉火的这个动作虽然简单 却传达出了人性化之法的温暖 也让市民感受到了城管工作方式的变化 照片发出后还纷纷被转发 很多人都称照片中的城管萌萌的 今天上午记者也在坡子街社区 见到了照片中的这名城管队员邹君荣 就是我们看小孩今天玩这个 玩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们用这个话 也能达到这个好的效果 以前的话你看它就烧火以后 我们把它熄灭不 熄灭的话就有时候拉着东西去扑 或者淡了一盘水去倒的话 很不方便 有时候又不文明 这个用水线去执法的话 老百姓看来觉得挺有意思的 往往看来我们把它毁灭了 我们再给它解释一下情况 还有一些了之 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后果 又安全又搞笑 邹君荣表示 昨天上午9点多钟 他们巡查到西湖路附近的坡子街社区时 发现了一些摊贩在使用小煤炉生火 根据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 餐饮企业应使用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电或者是其他清洁能源 而且早在2010年 长沙三环线以内就被化为净燃区 禁止使用不环保的散装燃煤 以避免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为了对规范经营摆放的小煤炉进行处理 但又考虑到文明和人性化 执法的要求 他想出了用水枪灭火的办法 那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儿童用的一个儿童水枪啊 现在就成为了执法队员们的一个执法工具 那据执法工作人员介绍啊 像这样的水枪装满整个水枪之后啊 大概是能够灭到三四个煤炉左右 第一的话是文明执法 第二的话也是节约用水符合法 而对于城管执法人员用水枪执法的新方式 市民和商贩们也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今天上午周军荣和队友们继续在太平老街内 对街边摆放的烤火炉 以及商贩使用的煤炉 依次进行文明劝导及清理 游液直到后来从这个游液扰民的污染空气 要装进化器它是直接盘望完美的 我们先行对它下达整改通知书 要求老板整改 安装那个游液进化系统 那样子我们再对它进行复查 如果还没有装的话 我们就是根据那个中华人民 共和国搭起伏软防治法 就它进行